北市宣布18号起高中以下停课 库克云线上教室便人满为患 单日上线人次就超过100万人次 系统负载过大 分流机制也因此失灵 因此北市府18号宣布将采分区分流上线 并提供其他线上学习教材等方式 避免影响学生学习 那我们采取了底下几个重要的措施 第一个就是说 我们从今天早上8点半开始 每15分钟一个时段 我们12个行政区的所有的学校 分区分流上线 一旦上线就没有问题了 那第二个是我们也同时告诉学校 那这个我们库克云的 这个线上的一个课程平台 不是唯一的 我们可以采取比较弹性多元的方式 包括第一 可以改采其他的直播教室 其实包括像Macrosoft 还有那个Google 都有一些直播教室可以使用 那第二个是提供其他线上学习的素材 那透过LINE FB email公布栏等等 来提供其他直播教室的网址 并请使用者参与 我们库克云当中有多种登录的方式 绑定来做分流的登录 第三个是有一些学习的材料是不用经过网路的 那像一些已经录制完成的线上的影片 也可以来学习 那第四个就是说 其实除了我们的库克云之外 跟我们合作的包括军医教育平台 学习Bab 还有教育部的英才Bab 英才网等等 那这些都可以来使用 另外台北库克云将于5月19至5月28号 推出为期8天74节的高中线上复习直播课程 只要在YouTube搜寻台北库克云 免登录即可观看直播课程 记者林习惠台北报道